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哦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這個趨勢我就稱之為 瓜分美帝國的狂潮 美國的勢力範圍被這些地方豪強 在被紅海的什麼來講 紅海的這個 胡塞在中國在東亞被中國這樣就是搞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能不能 能不能什麼 能不能 就是說現在的問題 美國的問題就是第一缺錢 第二錢再多 抓不到能用的人手裡 那該怎麼辦 那能怎麼辦 我跟你直接講就是沒救 因為這是帝國末年的典型症狀 無論是明末也好 清末也好 圓末也好 它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直接建議原地去世直接去死 因為我根據歷史經驗這個問題是沒法解決的 它只能死一死 只能死一死 喂 傑克我現在 你現在在說話嗎 我沒有你說話 喂 你聽不到我說話是不是 我現在聽不到你的聲音 可能是我的問題 那我這邊 就直接自顧自想一下 然後我就嚇了 今天就講這麼多 就是說 對了還有一件事情 美國內戰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也跟大家講一下 怎麼鎮壓內部的 就是 做一個反動勢力啊 你怎麼鎮壓內部的反抗 就英國它做的是我們 是我們的榜樣 就是說英國它當時是採用了 紅頭或者說包頭 在印度民族大起義之後 英國它作為一個小國 作為小國它要鎮壓一個大國 它作為一個人口小國 作為鎮壓一個人口大國 它怎麼做呢 第一 軍警分開 軍警分開 第二 這個警察它只服務於上層 不服務於下層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第一 英國人他挑印度的警察的時候 他只挑其中的一小部分人 就是那種 一般來說就是我們可以理解為西克族 第二 他是把這些警察安置在一個 比較偏的地方 讓他們跟警察沒有 跟民眾沒有 生活沒有關係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們這些警察 因為區域還有語言的問題 因為印度還有很多語言 他就專挑那種少數 然後你語言跟周圍的人都不相通 這樣導致什麼 他跟當地的民眾沒有任何感情 你如果讓當地的民眾來當警察 他跟當地人是有關係的 都是親戚朋友 他就不會賣力跟你幹活了 但是英國人他就搞了一套 他把這些少數的跟當地語言 不同的人調了過來 然後讓這些當地的人 住在一個小地方 讓他跟當地的民眾隔離開來 這樣他就跟當地的民眾 形成不了感情 讓他們拿木頭 自己英國人拿槍 這十幾個印度的警察 他只對這一個帶槍的英國人 負責 你這幾個紅頭蛙山 只對這個 然後只對這個英國人負責 然後你們鎮壓當地人 是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 他不把當地人當成自己的人 他本來也是外遇調來的 他語言跟當地都不一樣通 這就跟我們 這就跟我們給我們造成 有很大的啟示是什麼 就是第一 我們以後鎮壓台灣的暴動 要警民分開 以後台灣的警察不要從台灣當地人 進行選拔 要從外地進行選 第二 我們把這些警察 分隔在一個小區域裡邊 比方說在台北旁邊畫個區 然後平常他們在這邊 最好是不懂中國畫的 比方說我們就找一些 找一些只會英語的華人 然後我們學英語 跟他們進行交流 就是然後他們這十個警察 只對一個中國警察負責 然後讓他們來負責鎮壓台灣的暴動 因為他們不是台灣人 他們跟台灣人沒有感情 他們可能是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 這樣的話他們鎮壓台灣人 就不會有任何的心理負擔 而且我們大部分都是 使用這些外人來鎮壓 我們自己也沒有道德的包袱 他們只需要對我們少數 就是一個中國警察 管10個或者15個 或者20個外國警察 然後這些外國警察去鎮壓 當地的台灣的民眾 然後把這些外國警察 跟當地的台灣民眾給區分開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用低成本來控制台灣 台灣以後暴動的話 就用這些人來進行鎮壓 台灣的警察第一不需要了解台灣 最好不知道台灣 不了解台灣 不認識台灣 也不需要你跟台灣人建立感情 最好連中國話都不會說 這是最好的 然後對他們進行培訓 就是給夠他們 給夠他們足夠的生活待遇 讓他們鎮壓台灣的暴動 以後台灣的軍警 不要從台灣人台灣當地選 從馬來西亞的華人裡面選 或者是直接讓印度的阿三過來 讓他們過來 讓我們中國人學印地語 比方說你是一個印度人 你只會說印地語 那你來了中國之後 我們找一批我們會說印地語的警察 來管他們 那他們到了當地之後 他們連中國話都不會講 只會跟我們 跟那個什麼來的中國的 中國警察上級交流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他就跟台灣人建立不起任何的聯繫 我們讓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讓他打台灣人 他就打台灣人 非常好用 必要的時候 還可以把他拋出去 說他是臨時工 總之這樣的 就是跟台灣人當地沒有聯繫 這種警察 才是我們需要的 以後統一台灣之後 把台灣的當地的警察全部解剖 台灣的警察不要由台灣人來當 這是我對台灣治理的一些看法 反正台灣人肯定是要搞暴動的 那我們不如在台北 華爾連這些大城市 外面都挖一層坑 就統一之後先挖坑 挖完坑之後 只要就是說台灣有暴動了 就直接把屍體往裡面拋 然後填上 速度快的話 可能他們還就是說 就是攝像頭還拍到鏡頭比較少 然後衝鋒陷阱就是前頭部隊鎮壓 讓這些外國的就是這些警察上 我們中國警察在後面發揮指令 監督他們做督戰隊就可以 不要我們上 要髒了我們的手 而且國際觀感也不好 這就是我能想到的 我覺得一個真正的 就是說我們大家思考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他會有一種和平的衝動 就是狂熱極端的和平主義分子 就是什麼叫極端和平主義分子 就是他基於他理性的本能 他基於他的這個本能和衝動 他老是想要選擇和平 就是把國家置於一種和平的危險境地裡邊 其實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一個真正的愛國者 你要理智的選擇戰爭 然後不要衝動的選擇和平 就是很多人他遇到事情 他第一時間是激動 然後他衝動應激反應 他的應激反應可能就是選擇和平 這個時候我們大家就是要逆勢而動 就是真正理智的智者要逆勢而動 能夠這麼說 理智地選擇戰爭 而不是衝動地去選擇和平 我們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十歲的人的一個大國 我們大家不要把中國長期地放在和平的危險之中 這樣對我們是很不利的 我就說到這裡 我說到這裡 然後我現在聽到你說話 那我就下了 我就下了 好 OK 拜拜 拜拜 好 來 下一位 呃 等我一下 我上個廁所 緩一緩 大家也先緩一緩 呃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